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通用设计的小鱼 小鱼上次跟大家分享了高龄少子化社会的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劳动力人口严重不足 那这个部分其实上次也有讲到这个可以解决的两个方向 一个是我们就在现有人口中看哪些对象还可以成为劳动力人口 像是中高龄者还有已婚妇女跟身障者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把想办法透过可能是科技 或者是机器人等等这个部分去做提升每个单位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产能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方向如果我们去做努力的话 那还有什么东西要配合呢 当然我们的工作环境咯 就是如果你要让这个身障者中高龄者都可以顺利在职场上发挥的话 那我们就要必须要去让我们的工作环境更友善 那除了工作环境更友善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植物在设计的内容 其实都可以再去做一些辅助 好这部分的加强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三个面向去着手 第一个就是雇主和身障中高龄者的相互了解 如果我们让雇主更了解身障者更了解中高龄者 那他这个禁用的意愿可能就会提升 然后他会知道其实禁用身障者跟中高龄者可能是有一些好处的 比如说他的整个公司可能会因此大家的工作效率会提升 然后这个整个工作环境会变成更友善 然后让所有的同仁都觉得 这个工作环境很友善很安全等等 好那他也会了解到这个中高龄者的经验啊 可能可以帮助公司 身障者的才华可能也是会被看见 而不是就是忧心其他的部分 那这个相互了解我们要怎么去促进呢 就是像我们可能可以透过雇主做谈会啊 或者是一些活动不管是宣导啦教育啦或者是相处 让他们可以有机会真的是有更多的了解 那第二个面向呢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扩大职务在设计的对象跟效益 好这个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谈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对象跟效益 如果我们禁用一位身障者 那他过一阵子如果离职之后 我们可能可以禁用中高龄者 那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身障者植物在设计 也可以沿用让这个中高龄者继续使用的话 也有帮助的话 那其实就是一个扩大对象跟效益 好再来就是我们也可以 就是同时的去考量其他同仁 也就是说我们禁用一位身障者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其他同仁的工作负担加重 不要让他去做一些前置作业啦 或者是不要让他跟身障同仁之间 就是他好像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带着他 陪着他之类的 可能可以做一个比较理想的植物在设计 就是不会干扰到其他同仁的 那这样对身障者的这个工作上的这个人际关系 还有其他同仁对这个新进员工 也不会有一些其他不愉快的这个情绪 所以这也蛮重要的 那第三个面向呢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采用多感官的工作形式或辅具 这是指什么呢 如果我们今天希望在禁用身障者或中高龄者比较没有任何的这个顾虑的话 那当然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要友善 我们的很多工作上的操作 不管机械台的操作还是工作的一些资讯的传递 最好都是要有多感官的形式 这样不管我们禁用身障者还是听障者 都不会有这种要特别改变的部分 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就是比较多感官的工作形式工作环境 那我们的多感官辅具其实也是可以去应用的 就是让可能一些操作的部分 我们可以透过辅具 然后提升这个两种以上的感官资讯 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如果禁用不同的身障者 不同的中高龄者 不管他们的感官能力是如何 其实我们就会比较这个工作的安全 就会提升 然后很多事物的这个资讯的衔接啦 传递啊可能都会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所以基本上就连像工作文件的部分啊 或有一些交办事项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也最好是用多感官的形式去做传递 这样是最好的 好小鱼就介绍到这里咯 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内容很不错的话呢 希望可以分享给其他更多的朋友知道哦 那请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哦 那我们每个月的5号15号跟25号都会做频道更新哦 希望大家准时收看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